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禁聞 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密特 4月21日提起訴訟 要求中共當局對冠狀病毒疫情的全球蔓延 負擔責任並賠償損失 密蘇里州因此成為美國第一個 就疫情議題起訴中共的州 福克斯新聞披露的副本顯示 起訴書上明確寫著原告人是密蘇里州 被告人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中共國家衛健委 中共應急管理部 中共民政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 武漢市人民政府 武漢病毒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 起訴書明確指控這些被告人壓制信息 逮捕吹哨人 抵賴病毒的傳染性 從而導致全世界 包括密蘇里州 遭到了巨大的生命和經濟財產損失 當中共病毒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後 美國民眾3月中旬紛紛在手機和社交媒體上 收到很多假消息 包括宣稱政府將封鎖整個國家等等 4月22日 《紐約時報》報導說 6名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情報機構正正在評估 這些假消息傳播過程中 有中共特工的參與 這些官員表示 假消息以短訊的形式出現 在許多美國民眾的手機上令人擔憂 這也促使一些機構開始研究 中共 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運用的一系列平台來散播假消息的新手法 英國《泰晤士報》4月21日報導 瑞典上週關閉了法爾肯貝閣鎮上的孔子課堂 這是瑞典境內的最後一個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由中共政權出資在海外開辦的教學項目 目的是向各國進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滲透 瑞典在15年前建立了歐洲的第一個孔子學院 現在又成了歐洲第一個將孔子學院清零的國家 分析認為 這表明 瑞典和中共之間曾經的友好關係正在加速解體 好 下面請看今天的時事禁聞